自從港到西線通車之後 西營盤站多了不少精品豪宅 而滿足市場新興的住屋需求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 中原地產高級區域營業董事 Hidy 跟我們解釋一下 Hidy 你好 Hello Karen 你好 Hidy 近年精品豪宅非常搶手 到底有甚麼特色呢 近年非常受追捧的精品式豪宅 大多數以開放式和一房為主 叫得精品當然在用料和設計上 以高質素為標準 而位置大多數坐落於港島區的黃金地段 鄰近核心商業區 那精品豪宅是針對甚麼客戶群呢 主要吸引了很多中上環上班的白領人士 還有這一區有很多比較富裕的分支家庭 所以有很多區內的父母 都會為子女在附近置業 香港大學有二萬八千個學生 但大得六千五百個宿位 所以有很多學生都會選擇出來合租單位 綜合上述的原因都會支持到這一區的樓價和租金 位於西營盤站隔離的魏里方一號 就是其中一個搶手精品豪宅項目 發展商特意找了十幾位知名藝術家 投過壁畫藝術 進一步提升社區的藝術氛圍 再配合秘倫中西區內 多個特色景點和歷史建築 令到整個生活環境都很有格調 項目齊工240夥 實用面積是223至421平方尺 主打開放式和一房單位 這個是30樓B單位 實用面積257平方尺 屬於一房單位間隔 電子指紋鎖 明火煮食爐 雪櫃洗衣機一應俱全 這裏樓底就比較高 空間感都很大 設計上可以向高發展 客廳遠望環球貿易廣場 ICC一帶的海景 單位睡房都看到海景 睡房和浴室都是拓門設計 地方更加實用 另一個介紹的是30樓J單位 實用面積224平方尺 屬於開放式單位 近門口有多用途煮物櫃 選用梳化床 地方更加健洗 一樣望到維多利亞港海景 會所設於2樓和3樓 以獨樂jam不如中樂jam為主題 提供多項音樂設備 有band房、VR遊戲機 另外有戶外空間 和健身室等的設施 交通方面 由項目走到港鐵站半分鐘都不用 出入傳統核心商業區 非常方便 另外在皇后大道西 德庫道西 和江樂道西原線 就有電車 和多條巴士 沼巴路線前往各區 大約7分鐘車程 就已經去到西瑞 西港島線 在2014年落成 豪資了185億 全長3公里 即是61億1公里 比起高鐵和沙中線 還要貴 下站就已經是上環 5分鐘就到中環 兩個站就已經可以連接到 國際金融中心 坐四個站就已經可以去到高鐵了 貫通整個中國 看回藝里方一號 生活配套亦都非常齊全 附近都有民生商店 食肆 街市 診所 醫院等等的生活設施 休閒娛樂方面 放工可以去附近的 蘭桂坊Happy Hour 而放假的話 就可以走上少少 開了很多間cafe 和酒吧 談一杯啤酒 或者咖啡 就可以享受一個 寧靜寫意的下午 區內亦都有中山紀念公園 飛鹿乍灣海濱長廊 和公園等等的休憩空間 何供選擇 順帶一提 項目擁有家長 趨之若務的 十一區小學校網 和中西區中學校網 分別有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正視題版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英皇書院等傳統名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